1600公里的路程 往返3000多公里 中间只停留了一天的时间 江远回到铸台县 人都是萌的 现在要是有人问他 落镜市是啥样子的 江远只能用缓慢的语速问 裸什么 就这 江远还是受到特殊待遇的 另外三人开着车押解刘玉泉呢 同样 没有派四个人而是派三个人压解 已经是考虑到长途中的舒适问题了 黄强明全程挂着22.2度的笑容来到法医办公室 看到江远一脸疲惫的样子 不觉一笑 你看看 累坏了吧 我就说抓捕不要去了 让其他人跑就行了 我是想 也许遇到需要现场找线索 或者找证据之类的工作 江远昨天休息了一晚 依旧没缓过进来的样子 但看在大队长的面子上 还是站了起来 黄强明给江远递了一支烟 顺手发给吴军一支 等吴军给点燃了 抽了一口道 你的想法也挺好 确实 面对命案机案 咱们是应该全力出击的 不过 黄强明说到这里 转身将办公室的门给关上了 门背后 挂着官二爷 晃晃悠悠的 单凤眼像是在斜着看人 很显然 吴军同志有一些关于外省回来的同志如何刷新自我 完善自我的另类认知 且一事尚未完成 黄强明的嘴角抽动两下 装作没看见的转身了 咱们关起门来 说点不太正确的话 江远 这种抓捕现场的线索 谁都能做的 就算遇到特别难的 踩了发回来 你再看过分析 也是一样的 再不行 一定要去现场了 再临时过去 也来得及 黄强明说话的声音明显放小了一些 吴军可可两声 也连忙说两句政治不正确的话 道 江远 大队长这是真的关心 我也赞同 你有本事把案子做出来 抓捕的工作 还有后面这些补权证据的活 交给其他人做就行了 N 大家各有专长 分工合作 黄强明觉得说到位了 他现在突然有特别强烈的意愿说这些话 也是因为江远展现出来的实力过于惊人了 13年前的命案 说破就给破了 而且是一带一个准 犯罪嫌疑人在路上 就交代了一些犯罪细节 黄强明也是迫不及待的去查证了 结果自不必说 像是这种案件 都是保密起来的 特别是一些犯罪的细节 比如把衣服的哪个地方撕破了 把现场的什么物件给搬动了 又或者凶器藏在了哪里 写衣如何处理的等等 都是密而不宣的 甚至有些内容 属于卷宗里都没写进去的 是只有去过现场 甚至只有在现场才能看到的听到的 一旦这些细节内容被证实 身份也就被证实了 现在的案子 别说是命案要去现场指认 一些盗窃案都有现场指认的环节 就等于是从另一个方面 确定了其口供的效力 611和禁秦案 也是黄强明就任刑警大队长以后 亲自操办的案子 这个案子当年做得有多难 黄强明想起来都感慨 只不过 当时考虑的刑侦方向就是错误的 因为没有强德监的事实 受害人居住的大楼附近 几个月内又有入室盗窃的案件发生 所以 主要是从谋财导致死亡的角度去考虑的 后期甚至考虑到是否因合尽情的父母的关系 导致的仇恨杀人 或者是绑架未遂 当时 这个案子因为发生在全县最高建筑内 引来了许多关注 尤其是楼内住户和附近居民的惶恐不安 也造成了较大的社会影响 专案组亦是不眠不休 夜已继日 黄强明连续两周 每天只睡四个小时 其中一半还是在车里睡的 专案组内的其他成员 在工作热情上 在奋斗精神上 也都是可圈可点的 专案组人数最多的时候破百 在长达三个月的时间里 也都有三四十人扑在这个案子上 但是 破案这种事 真的不是有热情有奋斗就能达成的 若是按照工作时间算 十三年前的合进勤案 铸台县的警务系统起码投入了七八万个工时在里面 后面几年的清理机案 投给这个案子的时间 也有几百个小时的工时 但江远这边 所用的工时有多少 江远重启案件也就是十个小时 也许就几个小时的工作时间 后期的抓捕 大概用出去几百个工时罢了 百倍的工作效率 最关键的是 这个案子的侦破的方式 跟江远之前用指纹 用DNA 用足迹都不一样 重建犯罪现场这种技术 展现出来的 其实不仅仅是给予一个侦破方向 它是创造出了一个平台 只要江远重建出了犯罪现场 那专案组的成员 都可以就此了解犯罪现场的全貌 相当于让大家看到了一场犯罪现场的写击录像一样 而有了这个基础 在侦破案件 显然比单纯的一枚指纹 或者DNA碰运气要好得多 这大牲口 是真的能开荒啊 黄强明没有催促江远 又拍拍他的肩膀 亲切地说两句好好休息之类的话 就打开办公室门 出去了 都没有多瞅官二爷一眼 吴军上前将官二爷收了起来 心里琢磨着下次重新放葛地方 江远的状态不佳 在做事也是有心无力 看了会小说 就按时下班去了 第二天 江远来得稍晚一点 刘玉泉已经被好好的关进了看守所 并由检察院提前介入了 这段时间 破案连连的铸台宪局 给上下游的单位 也是制造了不小的压力 不过 命案机案的侦破 总归是好事情 已经有人开始考虑自己的数值报告该怎么编了 江远进到办公室里来 就见吴军正在奋笔集书 这让江远不觉有些感慨 别说什么公务员清闲了 看看无法医 一杯清茶一根烟 一支水笔写一天 笔更不错 师傅 写什么呢 给我分点 江远感慨完了 主动上前 准备干活 吴军看他一眼 叹口气 道 算了 都是我做熟了的 给你做 黄队回头的骂我不懂事了 怎么会 老鳄鱼难缠着呢 吴军摇摇头 道 前几天做的伤情鉴定 弄完就得了 你有空就搞基案去吧 也不能天天搞基案啊 江远笑了 吴军没笑 抬头瞄他一眼 道 黄队昨天过来给你说的话 你都忘记了 呃 基本上吧 正常搞一个专案组弄基案 一个案子弄三两个月都很正常的 你这边才用了多长时间 叫什么天天搞基案 既然搞起来了 你起码的搞点东西出来吧 吴军教育着江远 江远笑两声 道 我不是搞完了一个基案 时间也很重要啊 吴军语重心长的道 黄队昨天在群里都开始安排一些队抓紧时间结案了 你猜他折腾着想干啥 江远虽然不明白 但顺着话意 道 做基案 对啊 所以啊 你以为自己真的有多少时间浪费 赶紧的吧 黄队都准备配合你了 结果你陪着我写了半天的文件 黄队能把我给生死了 不至于 杀鸡给猴看的故事还少了 我是猴 江远直指自己鼻子 吴军点点头 您是鸡 吴军也点点头 江远默默地回电脑前工作去了 吴军过了很久才醒悟过来 一口气抽了半根烟 考虑到江远用了宁字 才暂且饶过了他 江远从十三年前的基案继续往前翻 接着就翻到十七年前的一桩案子 一具在乡间小路旁找到的尸体 因为树木的遮挡 直到尸体发出了恶臭 导致路过的行人才报警 案件至此 停滞 江远注意到他 是因为当时现场勘察的干警 从死者的皮加克上 找到了三分之一眉血指纹 看到这眉指纹 江远产生了强烈的想要比对的冲动 就你吧 江远默念一句 挪挪椅子 细看起了屏幕